欢迎来到不靠不及的社 我是风哥 很多刚开始学琴的新手朋友 在左手按弦时总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按弦的时候有闷音杂音 按弦的手指总会碰到下面的琴弦 手指张不开 手指疼 手腕酸 甚至上臂肩膀这些都会酸痛等等这种情况 那么针对于以上问题 今天这一课我就近距离的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第一种情况就是按弦有杂音 这样的声音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手指按弦的位置不对 应该是按到品丝旁边1到2毫米的位置 尽量接近品丝 不要按到品中间或者是靠近前面一个品丝的位置 这样就会容易出现杂音 但是也不能按到品丝上 按到品丝上的话 它就会出现门音 嘣嘣嘣这种声音 所以尽量靠近品丝 这个位置差不多离品丝1到2毫米的位置 这样最省力 而且出来的声音最清晰干净 第二种情况就是按弦的时候 总会碰到下边的琴弦 比如这样 我按在2弦1品上 1弦通弦发不出来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手指接触琴弦的点不对 按弦的时候一定要用指尖 这个指尖 你可以食指稍微左一点 这个指尖稍微左一点 小指可以稍微右一点 这个是因为咱们的手指 它不是耙子 它不是都长一边长 所以按弦的时候 你这个食指小指稍微偏一点 没有关系 但一定是指尖这个区域 不是指尖偏指度 不能用指度去按弦 第一关节呢 一定要立起来 并且把我们的指手指指甲全都剪干净 把第一关节立起来去按弦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碰到你弦了 如果你是倒着的 那它就是 然后呢 有些朋友觉得自己手指粗 就开始自我设限了 觉得我手大 我手指粗 是不是不适合弹极的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比如说咱们看 就这个1弦和3弦中间 如果把2弦拿掉的话 它中间这个空隙足够 你放一根手指了 所以这个不影响弹奏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手指张不开这个问题 这里我先讲一下 我们按弦呢 根据不同的弹奏需求呢 一般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把拇指挂在琴颈上方 一种呢 是把拇指抵在琴颈背后 这两种方式都对 只是在弹奏不同内容时呢 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 比如说咪摇弹唱啊 因为多数的时候呢 我们的手指都是在 按着和弦来伴奏 特别是扫弦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拇指 这样从琴颈上方挂起来 来制音 比如C和弦 我们在扫弦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六弦了 那六弦又不是和弦内的音 然后呢 我们就用拇指轻轻的 搭在这个六弦上 即使扫到了 它也不会发出 很明显的声高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比如 我们按和弦的时候 需要拇指来辅助按弦 所以拇指挂在这里呢 是有实际作用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手指是这样 斜着按弦的啊 拇指抵在琴颈背后 是这样竖着按弦的 然后挂在琴颈上方呢 是这样斜着按弦的 注意一下啊 手腕不要像端饭碗一样啊 这样端着 不要这样端着琴颈 手掌部分啊 这里是不碰琴颈的 它这里是空心啊 这里是一个空心 不是这样全都贴在上面的 不要完全抱住 这里是空心 基本上就是我们 拇指的指根和食指的指根 在触碰这个琴颈 这个呢 就是网上常说的 所谓的 云摇按法 或者说摇滚按法 另一种呢 是拇指抵在琴颈背后 中线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位置 它的正面呢 就是三弦和四弦中间 那一条啊 正面是三弦四弦中间 用我们的拇指的指度 去按在啊 抵在这里 不要用关节 因为关节的话 容易发炎啊 容易受伤 然后当我们 比如说爬格子 或者是爬音阶 或者是大横按 这个时候 就需要用这种方式了 如果拇指挂在琴颈上面的话 那手指就长不开了 比如说爬格子 你可能就长不开 我也长不开 所以呢 用这种方式 拇指抵在琴颈背后 这种方式 你的手指就能够长得更开了 这个呢 就是网上所谓的古典按法啊 关于爬格子呢 大家可以去学习 我前面爬格子的正确方法 的那一刻 关于大横按呢 也可以去看我前面讲 大横按和弦 如何快速转换的那一刻 里边都有详细的讲解 这里就不多说了 另外的话呢 对于刚开始学琴的新朋友啊 新手朋友 还可以辅助以拉筋的这种方式 就是这样 每天去拉一拉 把这个谱 我管这个叫谱 把这个拉开一点 总之呢 就是这样 每天去练琴之前拉一拉 反正我的学生在练习后呢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最后呢 说到这个手疼的问题啊 如果是指尖啊 这个指尖的肉疼 那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弹的是 刚弦的民谣脊疼 那你就要经历这个阶段 练几天以后 指尖茧子出来了 你就感受不到疼了 还有一些朋友呢 是手指的关节疼啊 这个关节疼 那你可能是 已经发剑翘炎了 因为很多朋友按闲时呢 明明这个五分力啊 很轻轻的 很放松的 就可以把它按响 但是呢 大家怕按不响 就用了十分力 甚至十二分的力 这样死命的去按 结果呢 多余的力量呢 就都给到了我们的关节 因为我们的手指啊 平时你比如说 抓 握 或者提东西 这种力量呢 是经常使用的 但是指尖这样垂直于 某一个表面的这种力量 是几乎不用的 所以关节呢 承受不住这个负荷 它就发炎了 解决的方法呢 就是涂一涂药膏 休息个两天 不疼了 然后再用放松的方式去按弦 但是如果你用的琴呢 是一把烧口棍 弦距非常高 你这个手指啊 都快勒出血了 感觉还是不能把这个琴弦 压到品丝上面 那我建议你 趁早换琴 能调的调一下 不能调的 就直接扔了吧 你可别让手指在那受罪了 还有一些朋友呢 是手腕酸 甚至是上臂 肩膀 这里都酸痛 这个肯定是不对啊 是发力方式错了 但是呢对于很多新手小白来说呢 又比较常见 原因呢就是 手指按弦 怕按不住 然后大力的去按弦 非常用力 手指力量不够了 手腕手臂过来凑 这个手腕手臂 都跟着一起发力往回 拉这个情景 然后就疼了 所以呢我们按弦的时候呢 要让整个手臂 手腕都放松下来 靠手指发力来按 主要是靠我们手指的力量 来把它按下 所有的地方都放松下来了 那你以后就不会再有疼了 如果要是还会有酸痛的这种感觉 那我建议你呢 没事进行一下上肢锻炼 体育锻炼 因为你可能 平时不运动的原因 才导致了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都不用弹琴 你就平时把这个胳膊这样抬着 过一会儿 你这里也会酸的 关于以上问题呢 我相信大家心里边 已经有答案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咱们下一课再见 如果这节课对你有帮助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不靠口吉他社 里面有更多的吉他曲谱 以及教学干货 请不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